老師好 伯妹好 你好 我們那個油菜花 彩豆之後沒有怎樣 可是冰在冰箱兩天 就爛掉了 那這樣可以洗戲嗎 喔 洗戲 就這樣 好 來 他好像還沒講完 是嗎 是嗎 他不是說可以洗戲嗎 好吧 不然我們這位聽見朋友 你若是問答案沒說什麼 你再打電話過來 0912這位聽見 是還沒講完嗎 因為我感覺他好像說完了 他只問說可以洗戲嗎 就這樣 這個是沒有問題 就是說你可以下去洗 譬如說要拆洗碗 因為那種東西 說得難聽的就是說 土怎麼土這樣 他只是一個比灰塵還要小的這個 我們灰塵眼睛就看得到 這若是有一個酒 就跟我們看到空氣當中要有灰塵 這個 細片大概就是這樣的 只是說他這個東西比較特別 他最主要是一個比較小的這種灰塵 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說他是片狀的 為什麼一直強調說 他是這個片狀的結構 因為他只有這個片狀的結構 他比較好的時候 他比較有辦法去做一個這個 這個 師傅和阻斷的一個這個 這個功效 他如果是他 譬如說他一顆圓圓的 他的阻斷的效果就比較沒問題 那麼好 所以這個 他的特色是這樣 所以這個 這個 形狀和結構 是做過很多 一個 這種研究 不是說 隨隨便便就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說 這樣不就把他抹好油 這個抹好油 這個效果 你抹好油 抹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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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 有的說這個奈米 有一種這個奈米研磨 他抹得很油 他抹出來是什麼東西 抹出來是圓的 就是說他不是這個 片狀的結構 抹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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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採取以後 就比較容易出現 一種的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問題 說反正沒問題 本來就會 因為那大自然來 就是這種維生物 這個環境 適當的時刻 他就起來 所以他就更容易疲癢 這個原因 當然就是 還有一些有可能已經到疫病 有可能是 這個疫病 又加這個細菌的感染 所以 收起來之後就更容易疲癢 所以我們 我們如果要採收進行還是說落後 把他噴一下 他當然就可以延長他的這個 在採收起來他的東西就可以阻斷 就比較勉強 這個我們已經是最近田中美有用過 有的好朋友用在這個大陸賣的這個 湖山蝸具 他有用這種的這個號格 這起來覺得很不錯 所以呢 因為他聽說這可以做一些採收後處理 其實是採收前他就行處理了 但是他在用這種細片 他真的是採收後處理 因為他要過這個 因為太過頭垃圾 所以他要過水 一般我們是沒有過水 但是他要去過冰水 過冰水的時候 他們在做薪菜洗薪 去過冰水 過冰水他們以前都會用農藥 有一點點的這種 類似像這種 這個防腐劑 這個東西 他那個傷口的這個地方 比較不會這樣 紅紅 所以這通常有的 這個是一個合法的處理 但是他們現在很多人 去過這個也沒有 所以他們過冰水的時候 譬如說應采 過冰水 過冰水 在冰水裡面 他就染什麼 染細片 大概用多少倍 用800倍 800到1000倍就可以了 因為那整個都這樣過 現在他撈起來 讓他遞到 他的表面 就有一個 細片的 一個 這個 這個 這通常可以 有一個更好 就是說對於有這種 保護效果 所以有時候這樣起來 這個效果就還不錯 延長出價寿命 譬如說原地 起一天就暖 我們這樣起來就比較不會暖 所以這通常是這樣 那你可以這樣 來用大概800到1000倍 不過是建議說 你大概把抓差不多1000倍來噴 他這個效果就相當好 那如果是中斑 譬如說已經 這個菜已經中斑 我們要做一個治療性的 一個這種效 適用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用到600到800倍 600到800倍已經很重了 要用的時候稍微油一下 其實效果還蠻不錯的 尤其家人 把他種幾道菜在吃 你就是三五天去噴一次 譬如說這次就好 然後爆爆了 因為我們很吃噴 三五天在噴 你可能就可以去用 用比較薄 大概在1500倍 也沒關係 要把它轉好 吃完 他又沒有毒性 然後對一些病害 還有一定防護的一個效果 所以你可以這樣來操作 所以提供給你做參考